在座所有爱慕道理的朋友 以及我们大同教会所有的长辈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在今天晚上能够来参加第二晚的步道会 愿神能够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这一场步道聚会 我们这一次所定的主题 是在主里有恩典 小弟会分成四个部分来做分享 昨天我们分享了认识真神有恩典 因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才能在主里面 今天我们要来谈罪 无罪的人有恩典 因为一个无罪的人才能够算是在主里的人 那明天我们要来谈这个罪要如何得到救赎 如何能够来得到赦罪 所以谈到罪盲主赦 能够得到这个恩典 那最后 那这样的一个好的恩典 要如何能够得到呢 最关键的就是要竞争教会 才能够得到这好的 这个极大的恩典 这是我们这个四个晚上 我们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四个主题 那小弟现在就奉主耶稣圣明开始来正道 今天晚上要正道的题目是 无罪的人有恩典 那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 就是罪的定义 一般来说我们对于罪的定义 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来说明 分别是在国家法律上的定义 因为国家为了我们的身家财产 为了我们的行动自由 会订定了许多的法律来保护我们 甚至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这个国家法律的规判之下 能够很自由地来过日子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呢 是属于整个社会伦理方面 社会伦理方面 虽然没有像国家法律这么有强效性 但是是在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之下 在人与人的关系伦理当中 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 比如说成为人家的小三 或是在赌博方面去参与 或是参加一些标会的活动 去导会了 或是有人不孝敬父母 或是专法律漏洞 甚至经营一些高利贷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虽然这个在法律上 没有很明确 可以一对一的这样的法律 来进行制裁 但是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观感上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恐怕这些都是让人觉得 这样是不好的 这样是有罪的 这样是不好的 第三个层次就是道德良心 这又比前面两个层次又更深层 而且或许只有我们个人能够知道 在道德良心的这个罪方面 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故事来做说明 有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难免都会犯一些过错 那犯一些过错的时候 他的父亲很用心地来教导他 就跟他说 只要你犯一次错 那你就拿一根钉子 去这个木板上面 那钉一个钉子在上面 当你这个错误 当你这个习惯的习惯 已经改善过了之后 那就可以把那个钉子拔下来 那这在成长中的小孩子 也接受了爸爸这样的一个建议 所以随着日子的增加 钉子在木板上的树木 也逐渐地增多 也随着他的 越来越能够来控制自己 所以钉子的树木 也越拔越少 到最后呢 哇 这些钉子都拔光了 当拔光的时候呢 这父亲很高兴地 来告诉他的儿子 哎呀 我的好儿子啊 你看 你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光了耶 哇 真的是太恭喜你了 但是这个儿子却一点高兴也没有 因为看着木板上的钉痕 说 对 钉子都拔光了 但是这些钉痕能难战 而每一个钉痕就代表 我曾经犯过的错误 这就是良心道德上面的一个罪 有时候我们也会从报章杂志 或是一些新闻报道上面 就看到一些的报道 像小弟之前在这个报纸上面 就曾经看过一则新闻 就是在这个高雄的新左营车站 我们知道自从高铁通了之后 高雄又多了一个车站 就是新左营站 新左营站在2015年的11月16号 当天就有一个大约四十几岁的男性旅客 就拿了一笔钱 大概是十万块 就拿到这个新左营站的这个柜台 就要交给这柜台的人员 那柜台的人员觉得很奇怪 那怎么平白无故 无缘无故 要拿着这大笔的十万块 来到这个柜台来拿给我们呢 他就把他内心的话说出来 原来他这个男士呢 在85年到88年那时候 他都是通勤来上学的 那一段过程当中呢 因为一些原因 所以他都长期的逃票 四隔将近 四隔将近二十几年后呢 他觉得良心很过意不去 晚上呢也睡不好 辗转难眠 最后他决定要把过去的这个措施 做一个弥补 并且呢加上了利息 那大概十万多块呢 就一次就拿到这个新左营的 车站的柜台里面呢 去来弥补当年的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发现 原来有国家法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罪 你犯了国家的律法上面的罪 那可能会接受法律上的制裁 但是也不是只有这样子的罪 有时候还有社会伦理上面的罪 更有良心道德上面的罪 那良心道德上面的罪 可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可能别人也不一定知道 但是当我们违背的时候 我们内心会过意不去的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些对我们都会造成 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是小弟要谈的 不是这三个方面 我是要谈第四个方面 就是宗教信仰上面的罪 因为宗教信仰上面的罪 会影响到前面三者 会影响到你的良心 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伦理 更会影响到整个国家 那这个宗教信仰的罪 到底是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违背了神的话 违背了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 怎么样来定义 怎么样来记载这个罪 我们一起来看 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四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 在西安圣经的三百四十七页 三百四十七页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的就是罪 我要讲的 今天要谈的这个 无罪的人有恩典的这个罪 就是指第四个层次 就是宗教信仰上面的罪 不是国家律法 也不是伦理道德 也不是这个良心道德上面 的这样的一个罪 乃是宗教信仰上面的罪 我们昨天有提到 要认识真神 世上有很多的神 但是他跟我们 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唯独天上的这位真神 他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 他是我们生命 气息万物 给我们人类的这位主 这位神 他告诉我们 他透过这本圣经 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罪 这边特别提到说 这边提到说 违背律法的就是罪 那这律法呢 就是神的话 那神的话记载在哪里 就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 我们借着查考这本圣经 让我们知道 哪些地方 是得罪了天上的这位神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够免去这样的一个罪 的一个刑法 都记载在这本圣经当中 所以透过这本圣经 也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怎么样犯了罪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 那罪是怎么来的呢 那罪是怎么来的呢 圣经里面也有很明确的记载 我们一起来看 创世纪的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 创世纪是在我们圣经的第一卷 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十五节 一开始天上的这位真神 他就创造了人类 将我们人类的始祖 安置在伊甸里里面 人中所有的果 树上的果子 果子都可以吃 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不能吃 并且特别来吩咐他们 我们来看 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五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十六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十七节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是 这神特别 跟我们人类的始祖来交代 但是我们人类 因为受了蛇的引诱 最后竟再来吃了 我们看这个最来源的这个过程 我们看三章的第一节 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 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第二节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第三节 唯有园中 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第四节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第五节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善恶 第六节 于是 女人 建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也吃了 以下省略 这就是 罪的一个来源 因着我们的人类十足 没有照神的吩咐来行 摘了这三个树上的果子 来吃了 从此 罪就进入到 这个世界当中 因此 我们就活在 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那有人会这样问呢 那这是真的吗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依据 有没有这样的事实 可以来陈述呢 其实 从我们生活当中的 一些小细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罪恶的存在 而且这些的罪 是因为信仰 宗教上面的罪 衍生到 我们良心道德上面的罪 到社会 到国家 所以当人 在这个罪恶当中 我们常常会 推卸责任 所以小孩子 你不用教他 他自然而然 就会推卸责任 小孩子 你不用教他 说谎话 他自然而然 就会说谎 小孩子 你不用教他 嫉妒人 他自然而然 就会嫉妒 小孩子 你不用教他 怎么样会生气 怎么样表达你的愤怒 他自然而然 就会表达他的愤怒 从这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因为这信仰 宗教信仰上面的罪 影响到我们的良心道德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伦理 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 而造成 我们在这个罪恶当中生活 所以从我们的人类的历史来说 以现在的这样一个文明的社会 以这个教育程度来讲 现在可以说 有史以来 教育程度是最普及 最高的 在以前的文化的过程当中 文盲是非常多的 所谓的文盲是不认识字的人 但是在现今的 我们台湾社会也好 或是其他的国家 认识字的人越来越少 相对来说 应该是受教育的程度越高 认识字的程度越多 犯罪率应该会越低 但是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反而因着教育程度的越高 结果监狱呢 人满为患 甚至呢 都还关不下这些犯人 还要多盖监狱 甚至有些人要提早假释 造成整个社会很大的影响 这都是因为从信仰 宗教信仰上面的罪而来的 接下来小弟来谈 这个罪的这个事实 小弟要从古今中外的 这些例子来看 我们先来谈 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 两个例子 比较古的时代 我们华人社会里面 常常 我们都很尊重这个至圣先师 孔夫子 对孔夫子我们都是相当的尊敬 尤其是一些读书人 那在孔子的一生当中 他很多的话语留在这个论语里面 论语里面有一篇就记载到 孔夫子他有他担忧的事情 那他到底是担忧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他曾经这样说 说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优业 这个至圣先师 孔夫子 为什么有担忧的事情呢 他担忧的很多 其中就提到 听到了这样道德的事情 能够不佳的修养 不是学习的事情呢 他不佳的去讲解 那闻到好 知道这些好的事情 却不能够去 马上去学习去做 那知道自己不善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呢 不能马上的去更改 那这是他本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忧虑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忧虑 为什么他听到好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马上去学习去改变 自己不好的地方 马上去纠正 去把它改善过来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罪的一个原因 讲孔夫子可能太遥远了 我们来讲明代的一位军事家 也是一个哲学家 更是一个文学家 而且他所创造痴癌的这些理念 他更深深地影响到日本的一个进程 这位先生叫做王阳明先生 王阳明先生他本身非常的博学多文 所以刚刚讲的那些他的称号 他是一个军事家 也是一个文学家 也是一个哲学家 哇 怎么这么多的一个身份 当然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能力 很有才华的一个人物 而在这个明朝接近晚年的时候 各地有很多的盗贼 纷纷地来作乱 这时候朝廷也束手无策 于是也请了王阳明先生 特别来平定这些的叛乱 在这个他出兵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的运筹帷幄 因为他的这些谋略 很快就能够把这些乌合之众 这些造反的这些盗贼 很快就能够把他平定了 就在这个军事行动的一个晚上 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 当中很冗长的这个 书信当中有一段话 他这样写着 说要平定山中的贼是容易的 但是要平定他内心的贼 是困难的 为什么王阳明先生 会有这样的一段话 破山中贼意 破心中贼难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其实很清楚 要把山上的这些叛徒 把他给剿灭 透过他的运筹帷幄 透过他的磨掠 透过他的兵器推演 很快就能够把他们平定掉 但是真正要对抗的是谁 是内心 他内心的 这一个不好的这些念头 内心的这一个贼 才是他真正要去破的 破心中贼 却是困难的 所以从我们中国的这两位 这么有影响力的人物当中 我们就可以知道 真的有罪 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我们来讲外国的一个例子 在美国 美国的1969年到1974年 是第37任的美国总统 他的这个名字 他本身是尼克森总统 那尼克森总统在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们刚好跟苏联 美国跟苏联在做这个太空的竞赛 就是在他任内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阿波罗号的太空船 送上了这个太空 并且成功的在月球来登陆 我们都一定记得 那个阿姆斯壮这个太空人 当他从太空舱下来之后 踩在月球上面的时候 他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踩了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但是这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当他们这个太空总署 这一项太空任务成功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尼克森总统 也发表了总统的这个宣告 跟大家告诉这一件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而他在宣告 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这么辉煌成功的同时 他这样说 说我们可以征服外太空 但是我们更需要来征服我们的内太空 外太空可以透过这科技的进步 文明的发展 以及这些这么厉害的 这些科学家的这些精算 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太空船 在月球上来登陆了 但是我们更需要征服的 是我们的内太空 就是我们内在的心灵 这么一位受人精进 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结果在1974年的时候 竟然因为水门暗 暗然下台 所以就如同他所说的那一段话一样 他所带领的这个国家 征服了外太空 但是在内太空的征服战役当中 这位总统来失败了 因此在1974年的时候 他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在任期里面辞职的总统 那从他的上台到下台 那真的让人家有很强的一个感触 为什么会这样 因着罪的缘故 那除了国外的例子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们圣经里面 也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节 这也是一个国外一个传教士 一个传道人的一个例子 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 这个传道人的名字叫做保罗 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 也就是犹太民族以外的这些人 他传福音去给他们 而在罗马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他也特别提到 他内心的这个罪的这个缘故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十九节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传道人保罗 他内心的一个剖析 没有错耶 有时候一些好的事情 立志要做的善事 立志要做的好事情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完成 就小弟来说 通常在新年的一开始 我都立志 我在这一年里面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我要好好的来规划我的人生 但是到年底的时候 我都发现 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 立志行善由得我 但是做出来的却由不得我 那保罗这边就提到 为什么做出来的由不得你呢 原来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个罪 有一个罪律在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它影响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想要做的善 将它给做出来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俗话就提到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话 江山易改 这明明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却是容易的 但是我们的本性呢 要去改变 要去修正 却是非常的困难的 哇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罪的关系 那在台语里面 有一段话 是这样说 讲到叫我就去 讲到婚会就倒 喝酒改善 简单的说 就是说 讲到赌博的话呢 我就生气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说 讲到赌博呢 我就冲去了 然后呢 说到抽烟呢 我就发火了 那另一方面说 说到抽烟 我的火就点起来了 马上就来抽了 然后呢 说到戒酒呢 那是最不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酒戒了也不好 这个台语的双关语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双关语呢 也证明了人真的是 非常的软弱 人真的是被这个罪恶 给捆绑 那犯罪的这个结果 造成怎样的一个后果呢 其实会有造成三方面的影响 也造成说 为什么有罪的人 得不到从神而来的恩典 而没有罪的人 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呢 第一个 有罪的人呢 他的良心会自责 在个人方面 如果犯了国家的这个 这个国家法律上的罪 晚上可能都没有办法睡得很好 甚至一有风吹草动 都以为警察要来抓他 那被警察抓了之后 反而到牢房里面去 反而能够好好的睡觉 这个是因为罪的缘故 良心会自责 那在家庭方面呢 也因为罪的缘故 使夫妻呢 失和 使家庭呢 混乱 没有平安 没有福气 没有恩典 那在国家上呢 因为罪的缘故 造成有人贪心 造成有人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 如这个诈骗集团 影响了整个社会 国家社会的这个动荡不安 都影响到整个国家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因为罪的影响 所以会有今生的一些苦难 今生的一些苦难 有些是因为罪造成的 所以有些人生病了 被管教了 遇到了一些灾祸 就像我们现在最夯的一个话题 最流行的一个话题 就是新冠肺炎的蔓延 到底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这是人祸 是人惹出来的祸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其实归根究底 到他的最深层的这个部分 也是因为罪的缘故 因为犯罪了 因为有罪的影响 造成有人有其他的企图 有人有其他的欲望 吃的不该吃的 做的不该做的 然后就整个蔓延开来了 到今天所报的这个数据 深深的影响到我们 所以就会有今生的 这样的一个苦难 甚至会有所谓的恶有恶报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第三个部分呢 因为犯罪的后果 带来来世的一个永行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今生就这样过 那今生一结束之后 就让他来结束好了 就一了百了了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哦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的 第九章 二十七节 西伯来书的第二十七节 在新约圣经的三百二十页 西伯来书第九章 二十七节 这边提到 按着定命 人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这里告诉我们 不是说一死就白了了 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不是的 如果这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 将来死后还会面对这审判的事情 那审判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通过 将来就去永行的地狱哦 那如果我们照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 那将来就可以到天国去哦 所以无罪的人才能够有恩典 有怎么样的恩典 昨天有提到 会有平安 会有福气 会有自由 而且会有永生的盼望 这都是极大的恩典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引用这本圣经 因为这本圣经是天上的独一真神 来赐给我们人类的 告诉我们 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 并且我们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本书 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他 并且找到回去的这样的一条路 所以我们常常会引用这本圣经 人本的宗教 一种是神起的宗教 人本的宗教是用人的哲师 用人的思想去创造出来的一个宗教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民间传统信仰里面 会看到 在商礼的时候 为什么有人会去买一些纸壶的 这样一个别墅 纸壶的跑车 纸壶的 这样子的男仆 女仆 然后骚一骚要给他们 过世的这个亲人来使用呢 其实这是很标准的 人本的思想 人本的宗教信仰 因为他觉得 在这世上我们需要这些东西 那将来去另外一个世界 也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骚一骚就给他去了 那你问他说 这骚一骚有用吗 谁知道呢 又没有人从那边回来 怎么会知道呢 这是很标准的人本的信仰 但是神起的信仰却不一样 有凭有据 并且是我们圣灵 让我们有 就是透过这本圣经 这本圣经 有旧约 有新约 从第一卷的创世纪 到最后一卷的启示录 大约经历了1600年的时间 所以从第一卷的创世纪 大概是主前的1500年写成的 最后一卷的启示录 大约是主后的100年写成的 这本圣经就经历了1600年 经历了将近三十多位的 三四十位的这样的一个作者 将它写成 那我们会觉得 哇那这样值得人来参考吗 当然有 因为其实真正的作者 只有一位 是透过神 藉由这四十几位的作者 将它写成的 所以当然我们从这圣经当中 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人从哪里来的 并且人是如何犯罪的 以及神如何来拯救我们 然后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他的怀抱当中 最后当我们人生命结束的时候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是到永行的地狱 一条是到永生的天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去体会 慢慢的去了解 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神的爱怎么样来领导我们 所以也恳求主耶稣基督 能够来带领我们所有爱慕 道理的朋友 能够借由圣灵的运行 开启我们的心窍 来明白圣经里面的真道 小弟今晚的见证就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来唱 感谢观看